我做微商跟他们做微商不太一样 我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微商的代理 我都不让他们去发广告 微商有微商的一些做法 比如想问老师 你天天我就关注着你的朋友圈 你一发朋友圈我就给你点个赞 老给你点赞 你就会记得我 然后记得我是卖旗袍的 那你需要旗袍 我就会想到你 他其实是默默地把自己变成你的朋友 一个默默地关注你的人 你的生意自然就来了 说了半天生意经 万智咱们说说你自己好不好 肢体上的一些不方便 是往往都是因为生产时候造成的 对吗 对对 我妈生我的时候 就在农村也没去医院 就在家里面接生婆接的 然后我是立生 就是一般生小孩都头先下来 对 我是脚先下来 然后头被卡在里面 卡了好长时间下不来 缺氧 然后就是缺氧 窒息 然后那个痴脚医生就把我拽下来 拽下来以后就不哭也没心跳几乎没有了 没有 然后那个痴脚医生就带着我的两个小腿 他可能认为我的口腔里有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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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和承受的东西 嗯 因为大概很多 很多很多 而且你刚才演讲的时候 讲到 你是被重点高中拒之门外 那我的理解 你是考上了重点高中 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中考的时候 我考的其实是什么 全校第一名 超过重点高中三十分 然后我爸陪我一起去报名 把学费交完 然后到宿舍把宿舍扑考 然后校长下来检查新生们 看到我非常惊讶 然后就叫了两个保安 就大概整个过程就十分钟时间 把我我心里我父亲 我一下子就连忙着 给他推到学校的外面 那个后门 然后在铁门一关 不要让他进来 就是那个校长 当时这么一讲 我老爸突然就亏甲了 接下来求一求情 说我这是我儿子唯一的出入 我儿子只有上学 他才是他唯一的出入 在那里亏了两个小时 校长也没答应 校长说就是你孩子抗大学 也没大学叫你 你还耽误了我的一个名额 就这样 我被拒绝了 当时对我心里的打击 确实很大 我父亲回到那里 对 尤其是孩子看到 父亲过来 然后我站在一旁 我越难过 其实我越紧张 我甚至全身抽搐 然后讲话 我就讲不出来了 那个样子 当那时候我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突然从地上爬起来 阿达阿达你怎么了 你不要这样 他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对我说 孩子抱怨没有用 一切靠自己 我每次想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结果我内心是 我觉得 我父亲一生也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金钱财富 但是这一话说 我一生中 闲事不完的财富 我一生中